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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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褫文 一之一 太阳王国中除了太阳王及其太阳祭司所私之职 就属狩猎一职最为高贵 这么高贵哦 狩猎是力量 狩猎是荣耀 狩猎可保护国民 狩猎可维护家园 最好某种神秘组织的宣传文 狩猎若不竞争有何意义 竞争若少了阶级荣耀和胜利有何意义 猎人之家赋予狩猎法律和知识 众人皆有准据 因此猎人之家不仅是其成员 不仅是其在子午城的建筑 他是狩猎的精神 必须要实现的规范 带实践的理想 一之五 唯有最高贵的血脉 才能实现最崇高的理想 因此唯有血脉成正的卡尔加男性 得以进入猎人之家 带来荣耀 那我怎么会可以进来呢 我不是卡尔加也不是男性啊 刚好里面有一段卖毛皮的桥段 赫罗自己也说过 他理解猎人会把同族的皮剥下来卖的事情 剥熊皮剥熊皮不要剥狼皮 就像狼会吃其他动物一样 是因为你有朋友护航啊 原来如此 一之六 奉卡尔加第十四 任太阳王闪耀陛下亚维德之令 第一款第五戏则知此废止 不要写得这么难念好不好 所以之前是有男性限制 还有学童限制 那现在是没了 因为新的王 真不错的新王 第二款 会员资格 二之一 为在任何狩猎地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三个伴养的猎人不得进入猎人之家 请见下方第五款 二之二 会员分两级 资深恋人为鹰 新手恋人为鹊 鹊的阶级必须要获得鹰的保证 每一位鹰只能担任一位鹊的保证人 鹰只能有七名 鹊必须等保证人身亡 方能成为鹰 这样心情好复杂耶 他带你然后你要等他死人才能升上去 二之五 猎物最大的鹰必须要担任日鹰领导猎人之家 猎物品质若有争议 则由率先猎得猎物的鹰维持第一名的地位 担任日鹰 唯有写卖纯正的卡尔加男性 方能成为雀鹰或日鹰 奉卡尔加第十四任太阳王闪耀陛下亚维德之令 第二款第七细则支持废纸 不准吧兄弟 总之我看过的部分整体来说比较成功的投资就是第一集买了辛香料 不过第二在第二集不但差一点被用第一集甲帮判 骗的店家卖 骗的 然后到最后因为信息不足 和店家买了库存卖不出去的盔甲 于是有悲剧了 第三款猎人证据 三之一最伟大的猎人往往缺乏证人 因此必须要保留战利品 看着战利品必须送交日鹰作为胜利狩猎的证据 三之三战利品必须要完整无缺 而且必须来自近期的狩猎 三之四战利品价值弱的争议 由日鹰做出最终裁定 然后又是 一定要写卖然后又被废纸这样 就不重复了 所有任务接一下吧 我想要一个一个来耶 我不想要一次接起来 我怕那个 因为他每个任务都有一个故事 我怕搞在一起我会混乱 四之一 狩猎本质是高贵的 为他的狩猎受到太阳保佑 四之二 阴暗却受到召唤时 若旨在保护太阳王国百姓 必须接下任何交付的合理狩猎 狩猎 日鹰拥有唯一的裁决权 就得救猎人之家成员代表太阳王国 接下任何狩猎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王国的 王国的机构吧 算是王国的机构 协商其任何相关费用或赏金 猎人之家会员代表太阳王国 接下来的任何狩猎 应由日鹰平均分给七名鹰 所以鹊是拿不到的 好的 因为鹊要跟着鹰嘛 无论是否基于保护太阳王国 或任何其他原因 啊又来了 跳过 狩猎地 为训练及招募最优秀的猎人 猎人之家应提供并维护狩猎地 每个狩猎地看守人因咨询日鹰 并设计三种考验 测试不同范围的技能 每一种考验因式表现分成三种奖励 由猎到猎分别为伴羊 全羊 艳羊 哦难怪 因为是卡尔加的所以才会用太阳 我一直一直没有想出来到底为什么 现在终于懂了 猎人若赢得必要的太阳徽章术 证明自己的能力 并有权在猎人之家获得特殊装备 装备由日鹰自行着定 这边日鹰的权力还真大 猎人之家提供资金 兴建和维护狩猎地所有的考验和设施 所有狩猎地销售零件弹药和设备的相关获利 应纯述回猎人之家所有 凡是狩猎地贡献的获利 应由日鹰平均分给全部七名鹰 看作人仅限由日鹰挑选 任期七年 我 诶 好少哦 才七个日鹰而已 原来前两晚到现在还没混乱 我可是早就不记得 要你在玩什么了 为什么你不记得 我还记得啊 可能是因为我剪片还要再看 一遍两遍三遍之类的 其实你念那么多之后就忘了 不会啦 念这么多 简单来说想出人头帝吗 来当猎人吧 差点七个名额啊 不懂 为什么卡尔加是全羊 因为卡尔加他们信封太阳啊 所以他们都会说太阳保佑你之类的 是他们的宗教 所以他们才会用这个太阳的高低来做 做这个 狩猎能力的判定嘛 我是这样推测的 诶 诶 跑去哪啊 这边怎么又有一个啊 红氏记录一 红氏记录 访问住猎人之家历史学家 詹迪倪曼搜集到的记录 大家都知道 事实成为唯一时便沦为虚构的故事 刚发生的事实夹杂在南方的谣言与传说中 便如浮游般骚众即逝 雷霆亚中威力最强大的红氏便是最好的例子 用传奇形容这具机器再贴切不过了 凡是见过红氏的人几乎都小命不保 说故事时不价有天出的幸存者更是少之又少 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将这头野兽酿成的灾难 以及企图意料永逸终点此等灾难的所有远真队 一五一时都记录下来了 至少远真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半个人成功 撰稿时南方之怪仍逍遥法外 或许饱受惊吓但杀伤力丝毫不减当年 太阳皇吉朗同志18年初春 洪水之首附近的自由地遭到摧毁 共巡获久去遗体 八具身上都有大炮留下来的窟窿 一具遗体完全被压扁 没有目击者生还 虽然没有证据 但众人普遍认为是红柿首次发动的攻击 我在想这个红柿会不会是指红 那个...烈化的雷霆亚 诺拉族哦 诺拉族是万母啊 他们是信奉女生的 但是卡尔加最某应该 把自己封为艳阳啊 不太懂诶 原来女主角只带... 带着...骨头头盔 我还以为她地洞还骨头 猜鬼 没有啊 艳阳也是啊 就是...就是用太阳 我们艳阳就是最...最发亮的太阳啊 全阳一整颗嘛 半阳就半颗 用来代表你的凳子 我觉得啊 啊 我不小心关掉了 等一下 我还没念完对不对 太阳王吉朗统治第18年初春 四名猎人组成远征队 从太阳岩出发 追踪...摧毁... 自由地的罪魁祸首机器 此次远征无人生还 他们的遗体随后在南方巡弱 一具被炸烂 一具... 三具被炸烂 一具被裁扁 虽然没有证据 但众人普遍认为是红势下的毒手 太阳王吉朗统治18年初夏 六名傭兵组成远征队 他们从资务城出发 追踪上述杀亡的罪魁祸首机器 结果仅一人生还 勒骨汗锁骨骨折 据他表示 雷霆娜一口就将一名男子折成两半 这次首度有人证实目睹传说中的机器 雷霆娜便是此人所命名的 原来如此 太阳王吉朗统治第18年夏末 八人组成人针队 从植物城追踪红室 无人生还 随后在黑影遗迹附近发现六具尸体 一具被炸烂 三具被踩扁 两具内脏被挖出 一具显然是受到惊吓 将自己的舌头吞下肚 窒息而死 真的有人会这样子吗 还蛮不可思议的 没有十分之一啊 就三个吗 为什么不是称艳阳 如果在时间内完成考验 就可以称艳阳啊 突然想到冰雨火7月要出新的 看起来新的一季劇情是 龙女王狮子女王狼王白鬼王四方大决斗 期待 快到了 我问我要等他 出完我才要看 剧情好传哦 分段分得不好看了 好辛苦 你说冰雨火吗 我希望有凶王 没什么啦 连人肉都吃 变Wendy哥了 还有什么不可能 地瓶剑 地瓶剑很长 好啊 可以玩很久耶 太行王吉郎统治 第十八年春秋天 他命令 猎人之家派远征队 去南方寻找红室 经过数度后勤后 三名鹰带着手下的雀 在冬天出发 只有一组人马生还 回报其他人都已伤命 两位被炸烂 一位被裁扁 一位被斩首 生还者 因我弱成了祭品 一位被巨尺兽挖出内脏 一位被准战士刺穿身体 啊 所以他们逃回来 还是被杀掉哦 这么狠 经过此次挫败 猎人之家会员 对寻找传说中的雷霆牙更加谨慎 只有最致富的鹰敢有这个念头 希望加入猎人之家的被修身 被野心 应该是别被野心冲昏头吧 等不及又开始展开狩猎行动 感觉这就是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我一定会说 交给我吧 然后我就去打 太阳王吉郎统治第19年夏天 马刺野南方商队惨遭灭顶 三名被炸烂 两名被裁扁 一名成了祭品 再度点燃人们对红柿的兴趣 共继15名佣兵组成了三支忍针队 这次很多哦 寻找机器的下落 只有三人生还 九名被炸烂 三名被裁扁 两名被内脏被挖出 一名异化 还会异化 我怎么不记得雷霆亚有这么多功能 太阳王吉郎统治第20年初春 12名士兵组队从天羽瀑布出发 前往鹰巨塔 结果惨遭野兽袭击 只有一人生还 一名被炸烂 一名被裁扁 十名在逃命时推击被裁死 这也是雷霆亚吗 太阳王吉郎统治第20年晚春 三祖志同道合之士 共计34人仍然认多 出发寻找红柿 结果遭到追踪者埋伏 仅有四人生还 24人遭狙击 6人被炸死 可想而知 寻找红柿的行动 暂时划下了休止符 追踪者真的是很强 我记得我那时候遇到他也是 很恐怖 太阳王亚维德统治 第一年夏天 六名欧斯兰商人遭到野兽攻击 一名被炸烂 三名被裁扁 一名坠入深谷 唯一的生还者请求 尔沙将军派遣先锋队 去找怪物的下落 但遭到拒绝 不过又希望加入猎人之家的佣兵 和猎人组成三支援针队 先后出了任务 秋天七个人出征 然后又死成一片 这个被自己抢毛半倒是怎样 一个人生还 冬天九人出征 两人生还 春天十一人出征 五个被炸烂 一个被裁扁 三个撤退的时候掉到峭壁 两个人生还 死法瑞瑞多了 太阳王亚维德统治第三年春天 最后一次有人目睹红柿 电人之家的银 电人之家的银 塔卡斯尔文 有人在雷顶峰 附近看到红柿 于是自行出发捉拿了这头野兽 他在雀塔拉纳泰王抵达 他的雀塔拉纳泰王抵达 现场 那时卡卡 那时塔卡斯已经身负重伤 命在淡气多处穿口 塔拉纳正使红柿行动缓慢 穿越树林时 他身上正查了他导师的长矛 部分短不好个屁啦 文書文章 我觉得好多字喔 对啊好多字 不是冰运火之客 哈哈 毕竟克洛是电视剧独創人物 所以比较没有存在感 是正常的 啊是哦 那狮子骑士圈满没有断手喔 巨人克星马铺月 是啦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切腦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